从1970年开始 天文学家就逐渐意识到 银河系以及周围大部分的星系 都在向一个神秘的区域靠拢 这个区域就像一个无底深渊吞噬着我们 它的覆盖范围很大 大概四亿光年 至今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 只是称它为巨引源 一个引力异常的区域 1965年人类发现了一种弥漫 在整个宇宙空间的微波辐射 这种辐射随后证实 它已经存在了130多亿年 是来自宇宙大爆炸之后的第一缕光 我们称它为大爆炸之后的余晖 起名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 让我们对宇宙的演化 以及空间的能量分布 从最初的观测转变为了精确的测算 那么在1970年 天文学家在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时发现 这些弥漫在整个空间的第一缕光 其能量并不是均匀的分布 它们存在微小的差异 就如这张图显示的这样 优上比平均温度高了约0.003K 而左下是低了约0.003K 左上的光子存在蓝仪 右下的光子则是存在红仪 蓝仪表明光的波长被压缩 而红仪则表明光的波长被拉长 所以中重信息表明 银河系相对于背景辐射似乎是在移动 而这个方向正是半人马座方位 最后侧的其移动速度约为每秒600公里 也就是银河系以每小时约200多万公里的速度 像半人马座方位移动 天文学家把这样的移动称为本动移动 也就是相对于背景辐射的移动 星系移动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宇宙 但之后的研究却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在了解到银河系相对于背景辐射的运动之后 天文学家想要弄清楚它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 所以大概是从1979年开始 天文学家就开始相继地研究银河系附近的星系 星系团以及超星系团对银河系的影响 结果是惊人地发现这些星系相对于背景辐射 运动的方向似乎不是随机的 它们的移动大部分都指向了一个方向 长蛇 半人马座方位 这样的现象暗示着那里似乎有着巨大的引力 它将整片区域统治 1988年由七位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小组 我们现在也称它们为七五式 它们在1988年的天体学物理杂志 上发表了这些研究 并将那个异常的区域取名为Great Tracker 这项研究首次提出了剧影员的概念 并确定了其方位 长蛇半人马座方位 据我们大约1.5亿到2.5亿光年 不过我们对剧影员更加直观的认识 并不是这次是来自2014年的一项研究 剧影员观测 在2014年9月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关 超星系团的研究 大家对这项研究似乎记得已经不太清 但若是提到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大家肯定不会陌生 这是包含银河系在内的大约10万个星系庞大结构 这个超星系团就是由14年这次的研究确定的 当时他们是使用了一种新的 方式来判定超星系团的边界 是利用星系的相对运动 也就是星系流动轨迹 不同的星系团会有不同的引力中心 所以他们会具有不同的星系流 那么在研究了大约8000个星系的运动之后 他们最终绘制了一幅巨大的星系图 从而确定了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存在 与此同时呢 星系图的绘制也让我们看到了星系的流向 他们就好像河流一样不断的在空间中移动 蜿蜒流转虽然有时方向不同 但最终他们都流向了一个区域 一个庞大如同深渊的区域 那里就是巨影园所在的地方 它很强大强大到连如此 庞大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也都受其影响 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或者那里存在什么 哈伯曾经观看过这个区域 但除过星系 他也并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2017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 造成星系如此快的速度向那个区域靠近 可能并不只是巨影园的原因还存在斥力的因素 宇宙正在经历加速膨胀的过程 但在星系集中的区域引力是要大于斥力 所以它们会因引力而聚集 而星系稀少的空洞区域 斥力占据上风 它们会把位于空洞边缘的星系推向远方 所以这样的引力吸引加斥力推离的结合 可能就造就了星系如此快速的向那个方向移动 不过对巨影园到底是什么 它们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们对巨影园的了解如此之少 其实也有着一个最大的原因 它位于银河系尘埃盘的后方 也就是它的方位很隐蔽 我们用光学的方法很难看到它 这也是一直以来最为棘手的问题 所以了解它的谜底 或许我们要等到太阳系转道 银河系的另一边可能才会解开 目前呢我们也只能猜测 好了 这就是对巨影园发现史的一个介绍 我怕 我怕 我怕